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战演讲会是由国家发展舞台大工写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一起合作办理 首先我们就介绍会宾国家发展舞台大工写社会 国土区域领导发展处 副部长 毛震翰副部长 原来是副部长和他身体维压 所以就请着毛副部长来支持 毛副部长是本校台大农工系毕业 然后在长期在政府服务 也在中央大学 股目系 然后博士学位 他的专堂是在雪地工程 跟气候变天冲击 也是他的 气候变天的调试 也是他负责的业务 所以由现在请毛副部长来支持 好 谢谢 敬爱的周固委员 周固委员 周固委员 然后我们萧丹欣 萧老师 各位关心气候边界的贵宾 嘉宾 民众 可能在座还有很多学生和老师 大家午安 午安 很高兴我们国家会 能够和台大风险社会 和政策研究中心来举办 气候变天调试 与民众风险沟通的一系列活动 今天是这个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次 藉由这个机会 我们会向大家来 推广的气候变天调试的概念 气候变天调试带来很多风险的冲击 大家都可能在新闻媒体上 都会有听到过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可以了解到 这个气候变天它不会去拘泥 单一的一个城市或是地区或是国家 它已经是整个地球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很大转变的气候 所冲击带来的干旱 大家听到的暴雨 台风水源管理 和生物多样性 和国土规划 这些很严重的问题 更是影响了我们台湾的经济社会 这方面的入所 那对我们国家来说 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的现象呢 我们现在正在考验的 我们台湾环境和社会的脆弱性 那各个政府它面对这个气候变迁 带来的这些灾变 我们如何去把它进行 比较良善的一个治理 和如何维系社会大众的信任和知情呢 都是我们国家 尤其是我们国发会重大的这个政治客体之一 那我想这个我们国发会 透过这个台大风险社会的政策研究中间呢 我们会筹办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可以从这个实体的活动 就是比较具体实体的活动 包括这个演讲啊 论坛啊 电影分享 还有沙隆 然后网路活动 网路活动当然包括这个 网播节目 电子报社群 然后 藉由这些方式呢 来推广这个调试概念 而且和这个全民进行风险沟通 后续呢 我们也会将社会重要参与的这个 行动者 媒体的这个角色一起把它纳入 设计一连串培育的课程和活动 那今天第一场这个演讲活动的重点是 考量气候面前将产生跨界跨域的风险冲击 急需发展新的风险治理沟通模式与典范 并建构良善的政府决策与社会调试行为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度过这个气候面前 所带来的危机 掌握因应而生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民众 对政府所提的这些调试 所发出来的一些看法 可能到时候可以反馈 也作为我们这个委屈 就是我们政府跟大家一起面对 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 和反映气候面前所带来的这个冲击 那接下来的这个演讲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比较深刻的体会和收获 也谢谢大家的共同参与 谢谢 谢谢副处长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致辞 也说明这整个系列活动的意义 还有未来可能 未来会继续办理的这些活动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 这个周慧田教授 来进行这场的专门演讲 那周教授是台湾大学社会系的教授 也兼论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非常的积极 在用这个风险社会的观念 来研究 来提出我们这个各种的风险的对策 那么就请周老师你有一个中够的时间 尔森霖开寿 翻评 好 成功副处长的小小师 徐医生 再来讲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好 我想今天是我们 重犯国家备同 气候变略调是 社会转型的社会转型 这种往多的第一场 那我想这一个场次基本上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来谈 社会变略调是 那另外一个我们最重要的功能是 大家怎麼來認識 氣候變電調食品變得很重要的活動 像防務處長剛剛提到 波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一個 希望能夠到一點半左右 希望我們的跑分能夠結束 那可能這也是一個Mission Possible 然後我們希望後面的半小時到的時間 大家來提供一些給政府的建立 那我們來收集資訊 那我今天的主要的講是 我會分兩個大的面向 第一個 我會介紹氣候變圈跟風險社會 氣候變圈的災變跟風險社會 然後到 在這個部分 我會到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的話 我們會填一下 看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和意見 因為你對氣候變圈的理解 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認知跟感知 你以為這樣的社會的認知跟感知 你會產生一個美學 我們講的是所謂Asthetic 就是災難你會產生一些美學 但是美學是很悲慘的美學 那整個社會怎麼來調整 那第二部分我們會談氣候變圈調適 跟它的一些在方法論上的溝通 那最後我們會用兩個實力 一個是克制中心在前兩年執行的一個水資源的 氣候變圈調適的一個計畫 另外一個是國光史報的暗示 我們來談的氣候變圈調適 大概是這兩個面向 那我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那我們談第一部分 談氣候變圈在空險社會 這個power point 其實上個禮拜是在準備 但是我就一直很空腦 不知道要怎麼去談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不好談 氣候變圈調適其實是一個很 就是說它是一個架構性的東西 我們怎麼從壓迫性跟政策的東西來談 讓大家了解這個事情的深刻程度 所以剛好上禮拜在一個Future Earth研討會 那遇到了蕭老師 蕭老師建議說 可以來談一下空險社會的概念 那我想就把老本行談起來 我提出來 那透過這一個空險社會的概念 我們怎麼樣來深刻了解 現代的人類其實已經進到一個 空險文明的時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透過這樣一個空險文明 它牽涉到我們的產業 經濟 社會 倫理 那也牽涉到很多跨越不同領域 跨越疆界 跨越區域的治理 這些問題是我們今天都需要 面對的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 所以我們大概有幾個概念 好 我們首先談到大家想到氣候變圈 跟其實我們都過了調查 其實台灣民眾氣候變遷的風險 以來是比照全世界各國主要國家 是相當高的 那是因為我們從這個 這一二十年來我們有很多災難 那這些災難不見得跟氣候變圈有關係 但是應該有幾乎文字三的事情 跟氣候變圈有關係 那什麼叫災難 災難在聯合國開發總署的一個概念裡面 是一個共同體國社會運作受到嚴重破壞 會在人文物質經濟環境 引起廣泛的損失 所以災難絕對不是只有物質上的損失 它也會引起人文跟經濟社會的融化 那我們現在當今人類面臨了幾個 災難常態化的一個問題 當然先去思考災難事實上已經開始常態化了 如果大家都還記得2001年的納利颱風 跟後來陸陸續續的各種颱風的降雨量 當時的科學家都告訴我們 這應該是400年平率的風水 或是這是200年平率的降雨量 結果都帶短短幾年就發生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自然失靈 自然失靈以後 產生了一個科技失靈的問題 當初在2008的這個 八八風災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馬總統有談論他說 氣象預報不準 但是其實氣候變天是一個 非常高度的科學不確定性的問題 你要去推估它的氣候跟它的變數 尤其台灣是一個海島地形 又受到中國跟東南亞各種氣流的影響 這方面的推估也越來越受到挑戰 所以一個是自然的失靈 一個是科技的失靈 我們怎麼按科技上預測氣候變遷 各種降雨或是颱風的路徑 這些都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從日常生活 大概這邊 我每次三次都這樣講 30歲 40歲以上 30歲以上的朋友同仁 他大概會感受到台灣的災難越來越 那現在20幾歲的朋友 其實你們感受也非常深刻 感受也非常深刻 那氣候變遷已經成為一個 常態性的風險社會 過幾次就成為世界風險社會 這個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 Webett提出來的概念 從風險社會到世界風險社會 那我們大概會從世界風險社會 所以這概念講 提到跨界風險的概念 那風險社會這個本質是什麼 大家如果記得這個培根講的 knowledge is power 風險社會的本質反而是相反的 是ignorance unvolent is unknown 就是我們不知道 下一步的氣候變遷會帶來什麼樣的災變 不知道 它有高度的 剛剛講的科學不確定性 它有些造成社會衝擊的不確定性 譬如這個反大比颱風 或是八八風災 這麼大的事情 我想八八風災 當時大家 守在電視機上面 我像我看在電視 我聽到第一個消息是說 可能有幾百人被barrie的 這個是非常震撼的 那後來信老師說 有一些村民是趕快跑到這個 他們活動中心去 所以有一部分村民是吃吃吃吃吃有酒膠 它會產生unitent consequence 它會產生barrie of the hole barrie of the hole 就是你產生了這些 你不知道氣候變遷下一步的降雨量 或爆雨量 或產生了洪災 然後它會產生的可能對我們的能源設施 對我們的海岸 對我們的土地 甚至產生更多的疫病傳染 像今天是台南的核 因為氣候暖化的問題 氣候暖化的問題也使得我們電場必須降窄 好 最兩根出來的是說 PM2.5的濃度太高 也是電場必須要降窄 那PM2.5事實上 以現在慢慢絕切 它是為是氣候變遷的一個range之一了 OK 所以它會產生非常多 在不同領域的分別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圖片 這一張大概是2010的一個統計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各位的日常生活記憶 2005的卡俊娜 在美國紐約卡俊娜排風 有30萬人逃亡 就逃 美國頓時紐約變成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這個颶風 這個Ternado要進去美國的時候 各位那時候看西恩 前兩三天 前一個禮拜開始警告說 這個是美國時上最大的SuperTernado會減來 但是還是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好 各位可以看到你們的智能機 2010 巴基斯坦的大水 2011 澳洲東北的大水 2012的時候 泰國有三分之幾的國土是泡在水裡面的 那這是最近的 去年9月 那個東武川會議 這個都會可能發生在台灣 這個是會議的現象 這個是Bush Prime 就是煙火造成的 乾旱造成的 那這兩張就是 去年的美國的東岸基本上是穿T恤在跑步 很多人 但是在美國的中部 大熟 Ternado很少 二十多熟 造成了這個非常大的失敗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UK 紐約 這個英國的英國 劉克在去年裡的大熟 這個在英國也是百年來的一個大熟 所以如果大家去想像 那個電影的After Tomorrow 明天過後 這東西會不會發生 有可能是會發生的 因為已經常態化了 已經常態化了 然後非常多的科學家 到處我們非常多都不平確實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 使得在高爾這個 《無業面對真相》這部紀錄片出來之前 美國有很多懷疑的說 基督變遷根本就是很多人在那邊的講 不是真正的科學 這些東西慢慢的有一些現象出來 那這代表人類風險的文化 這一張是 那 夢取的 the cry of the dream 那氣候變遷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到底是自然發生的 還是因為人類工業文明發展 技術發生的破壞環境造成 這有非常多的成績 但是現在有一個大家的共識 就是排碳量 排碳量太高了 排碳量太高 就會造成氣候的這個劇烈變遷 我們這當然有很多科學上的變異問題 但是 Anyway 從去年年底的這個 COP21 大家終止這個化石經濟 然後呢 朝向所謂的 終止這種核色經濟朝向這種 綠色經濟的走向 這裡就有一個非常大的變異問題 你看要怎麼做 努力 智力 僵益 1.5 度 人類做得到嗎 2050 年的時候在場 包括我 包括蕭老師 我們這年代2050年不到幾歲了 OK 大家換算一下 看招委屏 OK 大家想一下這些事情 那年輕的同學 上課常常在講 2050年你們差不多五六十歲了 所以身體要練裝衣服 OK 一個文明的社會 發展到這樣的一個風險運用的社會 那為什麼會談 從風險社會談到全球化要誇解風險 因為這個概念是 氣候變遷其實它產生的是跨月浴 跨月將界 我們這個郭主長常講跨月的概念 跨學科 跨產業 跨世代 它今天就到世代證明 上一代流給你們這麼差的排碳 高排碳的社會產生這麼具體的這些變遷 就參加到世代證明 所以年輕人出來罵喊是正確的 OK 那這樣的一個 所謂這是一個跨界的風險的概念 那我通常把它稱為 這是一個全球化化界的風景環 因為氣候變成事實上 是透過全球的氣流的運動 也包括全球產業 工業 還有各種運輸 產生更多的排灘 還有更多的資因的硬質 怎麼去做 這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問題 所以它會產生的災害 OK 它會對維生基礎設施 產生這個衝擊 比如說停電 停水 它會產生乾旱 氣候變成去年初 各位記得吧 去年初的乾旱一直到五 六月才結束 對土地的產生影響 對海岸的衝擊 海平面會上升 OK的 能源攻擊 剛才講的 過熱 積載必須降低 去年事實上 河山場因為海水作為冷卻水 因為海水溫太高了 所以河山場降低 我們去年的七月也有兩個電場 南美的電場因為溫度太高也降低 所以這樣也會對能源產生衝擊 當然也會對產業的工點產生衝擊 農業就不用講 這個台灣很少 大家都在現場這樣疫病傳染 更多的 更多的 所以回到剛剛這樣的人講過 舊邊其實產生一個全球化跨界的東西 跨越領域 跨越相見 跨越這個 世代 跨越不一樣的產業 那人一產 人一產產業都要用 無法遇見 沒有辦法測出來 沒有辦法控制 沒有辦法離譜 會產生conference in this 所謂的不合性災害 我們傳統的工業社會都告訴我們 人定勝天 OK 科學家人類只要努力 就可以把工業排排 各種這個工業生產運輸 所產生的步驟降到最低 今天已經沒有辦法 今天已經魚躍在那條線 大家用偏偏給我們的思考來看 整天全島霧茫茫的 那呼吸空氣變成是一個人權 這問題在20年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現在變成一個問題 OK 所以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無法遇見 無法估算 無法控制 無法離譜 這些都打破了原來工業社會底下的 風險的邏輯 以前工業社會底下風險邏輯是什麼 透過保險的機制 透過這個各種環境保護的機制 都可以來處理 現在遇到非常大的環境 因為它的scale太大 氣候變成其實是一個large scale large space的問題 那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氣候變成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氣候科學 告訴我們是large scale of knowledge 我們知道很多氣候科學 只是我們知道排碳能量很高 我們知道IPCC發展很多科學的面向告訴我們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說 這樣large scale of knowledge 這樣大規模的就是 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的large meaning of large scale of meaning 會產生什麼樣的意義 這個對我們才重要 對我們一般老百姓很重要 那產生這樣的意義 會影響什麼樣的行動 會產生什麼樣的scale of action 或scale of selection 我們要選擇哪一個發展的價值 這個我想不只在台灣 也不只在全世界都產生了 那這也就是今天氣候變成條式 其實很面對核心的一個價值 就選擇了 改變 那你要選擇什麼 改變什麼 就是非常大的 因為牽涉到非常多的政治經濟的意義 牽涉到非常多的科學的辯論 牽涉到非常多的前後資訊政策的安排 應該是什麼樣優先 這個是非常大的挑戰 好 那氣候變成當然有很多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故隆性災難 它包含系統跟結構 它本身就有脆弱性 那這樣的脆弱性 就會產生我們剛剛講的 無法遇估 超越遇估的各種問題 公佩的語量 暴雨 不寒不熱 然後導致電場 過熱 那當然這個補導核災彈是海嘯 是地災經濟 那比較多 所以脆弱性包含了物理性的 也是社會性的 也是經濟性的 好 我給各位一個命題 大家想看 想看 我們台灣的社會脆弱性是什麼 台灣社會的物理的脆弱性 經濟的脆弱性跟社會的脆弱性是什麼 我昨天還在看電視 在採用那個牆罐導發之後 未來的建築 這是一個物理的脆弱性 可是這個物理脆弱性 背後還有整個社會跟制度的脆弱性 我們有沒有依照這樣的災難 一次一次的學習更多的經驗來改變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秘密 好 所以這樣一個脆弱性 提竿到了一個風險社會常常提供的一個概念 叫做反身性現代 而且學你 不好意思 大中午大家快打殼水片 大家直接會學你 那它這個概念在圖有breakstripting 反身性概念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 人類的慣性就是你一定要遇到災難了 一定要遇到威脅了 你才會去改變 另外它會說 人類有充滿智慧跟意識 我們會主動去改變 主動去修正很多把講風險 但是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的概念 剛好跟Giddens 概念不一樣 Giddens 大家都知道 Hanlon Giddens 它的概念剛好是我剛剛講的 它認為人類有一個reflection reflection institution 的能力 人類會使我環境可以改變制度 風險社會概念完全不一樣 風險社會概念就是 這是我們常常講的 不見防核不實心 不見棺材不掉 一定要發生事情才會發生 那台灣跟東亞社會的氣候變變調適 如何可能 這就是我剛剛講 大家要思考台灣的命題是什麼 台灣的脆弱性是什麼 有沒有辦法做好氣候變變調適 因為氣候變變調適 不是一個政令先導 也不是只是我們一個規範性的思考 它會產生很多通路 然後說反生性 人類社會缺乏主動積極的反省能力 唯有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幫被過進行反省更新 那大家就問說 那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大家有沒有積極的反省能力 我們Gag 今天來的大家都有 因為大家心中的災難免解開 所以我們要問一個社會的 脆弱變變調適的能耐如何可能 這是一個康德式的文明 如何可能 物理的脆弱性 這個國家物理缺弱性 這個國家物理實體兼物性的存在是什麼樣 這個國家對災難的resilence 回復力壞出的回復力是什麼 各位去想像 當日本發生一個災變 跟台灣發生一個災變 迅速的回復力 哪一個國家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整個社會要學習的 好 這國家的社會經濟缺弱性是什麼 這國家社會的認知強度是什麼 想不想制度的韌性夠不夠 制度是不是脆弱 管制文化是不是含有脆弱性 社會經濟發展有沒有具體的單情 後面這些命題 基本上是我們社會科學一直在問我們 我們絕對不可能是談一個規判 就是說氣候變遷很重要 大家要怎麼樣走 當然氣候變遷這個 Anthony Giddens 在氣候變遷政治學 2012的時候出了來本書 他有點臭屁 他講說有一個叫Giddens Paradoxic 就是基登斯調回 他指命名叫基登斯調回 就是說大家都很關心氣候變遷 但是要輪到你做的時候 大家都不懂 所以這個跟反生性邏輯剛剛有點相關 再說一次大家都很關心氣候變遷 所以現在去看 大家這種氣候變遷這個很嚴重怎麼樣 但是大家要開始誤出行動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抽出的錢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好 我們來看看台灣 巨厚企業是怎麼栽培 好 2005年的時候 World Bank 你今天一直講的 這個台灣屬於全球的災害 風險局最高的區域 那馬總統在2009的時候 在重要的地區 在去年 剛剛在去年 標準福爾就坦了 9月 台灣一陣流暖 也可能是其他的風水災變 這標準福爾列為最脆弱的十個國家之一 好 再來我們科幣市場 現在可能要列為重要的政治進程 這個英國的這個 NEDOL跟建橋大學的一個風險研究中心 他們發佈了調查 也是在剛剛這個新聞之後 經過十年 全世界城市危險度指數 全球排名最高的 就是各位我們台北 非常地無敵 這個台北 台灣的國企產業 越來越第三國際的這個 上次還排在IS的 那個IS排出來的恐怖國家 裡面叫攻擊國家 排在UK的TOP 好 我們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因為脆弱 災難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看 好 這個是台灣居六的這個排 降飲量越來越多 常態化 2004年的吸二水災 這個中肯修復 花了31台幣修復一個月 公車一個月 OK 到底要不要這台開發這樣大物 2009莫拉特台風八八公裁 我想這個大家很揪心 這些資本的經濟大佬 有去資本盤過的都知道 經過這個 這個整個小雲村的baring 那個是很震撼的 國軍在乘坐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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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難 瞭解 瞭解 這個都是一連串氣候變先產生的問題 大家各位記得嗎 八八公災其實背後有一個科學的辯論 就是這個水庫要添譽於水 產生炸山 那到底在辯論說有沒有受到它的影響 這是一個科學上的不確定 2010年的遺難大水 各位知道這個兩台路對反而倒下去 2010年不怕反比台風也是抽水機 OK 台灣的極端像一樣發生頻率 近幾年越來越高 那這就PM2.5 最近這個就不用講了 火力發電牆要降 火力發電牆降美 絕對不是只有空空的問題 還有全世界會定在台灣排碳 排碳 所以 氣候變天調試 另外一個面向跟產業發展從小 有非常關係 這個前兩三個禮拜 還在工會學一個研究 好 這張圖跟各位講 尼萬里先生 因為2014年 全世界包括台灣非常多的宅店 所以他就做了這個秘座 白水跟維持 我看到這個 創作不會這樣的震撼 那 天地不能萬物回去 OK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震撼 這樣一個震撼在東亞 從1999年到現在 有各種食品的風險 防止這種風險 有很多Nandestide Disaster 韓國台灣土的都一樣 有很多土石有災害 有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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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這個 有一個土文 說要可以 沈下去 然後當然台灣有 台灣有這個 西岳有這個 高雄的這個化學情報 很稱霸 SARS MERS SARS跟MERS 跟全球氣溫上市 另外一點都有點關係 好 這產生了一個 類似學識的震撼 這樣一個震撼其實震撼了我們的心理 因為他們毀壞了我們一般人類學識上 我們一般人們本體面上的安全感 它這樣的一個脆弱性的社會 導致了風險個人 就是每一個人 事實上要直接去面對這樣的風險 我們可以做什麼 政府可以做什麼 市長可以做什麼 這是大家要開始討論的問題 這樣一個跨界風險肥不斷的產生 台灣有一個客氣在過去 這是我們社會學必須要講的 我們是一個後勁追趕的國家 我們快速的工業化 我在2012年用一個概念叫做 直至引力的高科技風險社會 基本上也在2005年的時候 韓國的教授他這本書後來滿唸出來的 他稱為comprehensible energy 一個外數工業化的國家 是追求經濟成長的國家發展出來的 是一個導致我們以經濟追求為成長 為目標的一個社會 導致了相當多破碎的風險支援的事 脆弱性的社會造成很嚴重的誘惑化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們東亞的社會 是一個double risk society 我們是一個雙重的 甚至一個triple risk society 我們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社會 制度的脆弱 文化的脆弱 社會的脆弱 這必須要大家理解 好 那怎麼去改變 那Wedek在2013的時候 他即時就去任這邊文章 他認為這是一個結盪的災難 災難促使大家去白色改變 要求改變 所以今天去奢求這個政治人物去改變 他是很困的 因為政治人物背後有太多的政經濟的作用 我們怎麼去改變 那我們這計劃變遷調適論 我想我大概把這一輪 第一個階段 靈光要20分鐘 就把計劃變遷可能的調適 會面對著政治經濟問題 跟風險社會跟跨界風險治理的概念 來這邊做一些介紹 這一章我剛剛講過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能夠在這邊聽一下五分鐘 我剛剛有跟主持人 拜託說我們在這邊聽一下 看看在場來賓有沒有什麼想法或問題 我笨鳥先飛啊 我就不習多問題 就是因為剛才報告人 他有開始有提到說 有關那個P2.5烏奶的問題 尤其他是以台中火力化電槽 作為一個案例來做說明 但實際上 我認為說今天所謂的烏奶煤P2.5 其實他的造成的烏奶 應該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所謂的本土產生 第二個部分是所謂的境外移路 實際上我們都心裡很清楚 境外移路最主要是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它的風向關係 所以他把他的烏奶煤 源源不斷的吹進來台灣 如果說你今天以境外移路的 這種分類方式來講的話 實際上你即使有10個火力化電廠 在台灣產生汙染 然後來做降載的話 其實我覺得說他的改善程度 一定是有限 因為他是境外不斷的圓圓的吹入 如果說你說讓火力化電廠去降載 或其他的高汙染汙染去降載的話 這個是對於本土產生 應該會還滿大的 會產生滿大的效果 所以可是報告人 剛才在做報告的時候 他並沒有去取核 他只是說 你剛才把那個 台灣的火力化電廠 就降載 降載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個好像太過於 這種所謂的論證方式 太過於所謂的 越近式的這種方式 所以關於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以後如果說 報告人 他針對這個部分 他有做一次正式的這個報告 的話 是不是應該是做 應該做這兩者的區分 我覺得這樣子是會比較好一點 好 謝謝 好 請講 是 周老師你都講得很清楚了 我再麻煩你一下 相對於所謂現在年產 你看 反身性現代化 另外一個方面是 reflecting institution 那我們現在的人的思維 會不會前者 reflecting institution的話 是所謂的 針對壞事 所謂叫外面 為什麼是我 但是反身性現代化的話 它有明星的一科可以體育 這個部分可以麻煩你 然後後面的話 對不起 這個管制文化脆弱性 它跟四位心體的脆弱性很強 是發病災害的時候 因為一般來講 國家的管制性 很抱歉 目前一直都存在了 因為那是因為 所謂的有一些精英分子 幫我們所設計的 麻煩老師謝謝 謝謝 我請問還沒有 你問幾次 周老師好 還有各位前輩好 我今天本來也想提PM2.5 那剛剛陳龍那位先生提到 PM2.5呢 它基本上跟兩大部分 境外移入就是東北京空屋 那本土產生 那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回應到剛剛周老師提的 天地不能以萬物為出構 因為事實上PM2.5這種問題 空屋的問題 早在很久 其實我有特別去研究這個 英國他們也發生過這些問題 也造成非常大的一個人類的災難 就是說今天有很多的天災人 或是都是我們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問題產生一定有抵達天災 所以剛剛周老師提到說 面對這些問題 不管是PM2或是風災或是什麼地震或什麼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 政府怎麼樣去面對 整個的力量怎麼結合起來 我們才能夠更好 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所以我更想知道就是說 今天有副組長在 那我們政府這方面後續有哪些的一個project 我們可以大家共同去合作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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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後面有討論時間 那也謝謝各位 我們為什麼要再討論時間 因為我怕各位打喝水 你們知道連江城網上 怕會比較容易打喝水 所以我們可以講 謝謝各位的意見 第二點五其實是一個跨界跨越的問題 所以像境外就大的境外問題 就是中國的問題 所以我們未來要跟中國談 你們怎麼樣這樣 來變臨的那個 因為臨的台灣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 我們中心裡有一組在做工具的研究 當然我報告上 因為當然 我們的運輸商 當然不會只是這個能源 能源當時PM2電話 這不可貴 所以大家都不用去替任的東西 變成運輸 還有這個事情 儘管 目前大家共識三人之一 OK 還有產業等等 各位只要這個 過年的時候打開你的手機 看一下PM2電話 能做潛筆的 那是怎樣 台灣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OK 當然我們不可能做 阿武兵藍跟什麼 越兵藍跟那個什麼藍的 APEX藍的 不可能叫我們產業一邊關掉 都不要做 好 這裡我們有很多題 好 我們下一節就提到 那其他問題 我們大概討論的時間 再一題的話 我們下一個部分 就談機油邊緣調適的領域 跟治理 我想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或是我們在思考一個事情 我們看的絕對不是只有非凡性 我們要去思考台灣過去的特性質 所以我剛剛講 我們從學歷上 我們是一個compress modernity的社會 我們是擠壓式現代化 極速快速工業 然後現代化 我們的確造成環境破壞 在西方限定國家 加上發展工業的時候 也都產生了 好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人類的社會 人類的這個發展到現在 產生了這些重大的氣候變遷 災電跟暖化跟空污 這麼large scale 這麼large scale 這麼thunder 有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真的大家去思考 我們過去的模式 用西方社會工業發展模式 都認為有辦法解決 我常常在各場上講說 我們中國大陸來的學生 我就跟他們講說 中國大陸今天產生了空污就好 跟環境破壞就好 是西方在工業國家 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科學 跟政策科學裡面 所沒有從來沒有的經驗 因為它是非常大的規模 非常大的空間 還跨越領域 影響到新加國際 那各位在想一看 印尼這個農民要 每年要燃燒對不對 要燃燒要種田 瑪利亥發到新加國 新加國半導體廠 A4的定期 因為半導體廠需要 Clean energy 這些東西都是類似的東西 人類面對這麼大的變遷 這麼大的規模跨境的 我們有辦法做好治療 或是我們有怎麼樣去思考 我們要有更強度更強的韌性 制度韌性跟社會心理的韌性 那我們台灣人很好 微觀到底 現在捐款三個幾億 台灣人最美是人心 但是我們剛剛在講 台灣好但是制度不好 對吧 我們捐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國家感人很韌性 好像韌性就適合在個人身上 怎麼整個社會的韌性有沒有出來 這個是集體要去思考 當然這個不是誰的問題 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那氣候變遷的調適 事實上氣候變遷調遷是以策略 我們的政府也非常努力 國發會或經濟部工業局 都做了非常多的語力 所以我先講 我們國發會在2013年 2010年有氣候變遷調遷政策當領 在郭處長的領導底下 已經做出來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後再來前兩年也釋出了 氣候變遷調遷政策當領的行動策略方案 OK 那我們大的架構是氣候變遷調遷 絕對不是只有碳調遷 它還有intication 減緩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不談矮碳太多 不談矮碳太多 我們談調遷的作為 那大概牽涉到整個氣候系統 跟大氣溫室氣體的不同度 然後這個調遷跟減緩 同時會面對我們剛剛講 一直在關注的天災部分 但是也會關注到社會系統部分 那關注到經濟系統部分 所以回答問一個問題 我們要主要想怎麼樣的經濟系統 現在面對工業食品的事態 臺灣的那個我們小老師是專家 我一直每次都在問他說 臺灣的經濟下一步是什麼 因為這個我想大家非常關鍵 經濟系統還有我們社會的制度跟認知 還有我們脆弱的土石 這就是我們今天臺灣面對氣候變遷調遷 需要做改變跟選擇跟思考 沒有人可以理解我什麼答案 我最近跟各位報告 去年有兩次演講講排碳 然後講了臺灣的排碳量非常高 我們的人均排量大概是2013年 第一股的時候是10.95噸 每一個人 在全世界一千萬人口以上 我們是全世界臺第八位 這是一個事實 每次我演講完以下就有人開始 你們教授就是專門跟國家反對 反對產業的發展 我說我們教授就是把數據評出來 告訴我們這就是客觀事實 那怎麼走大家來共同 所以這就是一個民主時代 大家要怎麼談 大家要怎麼往前走 這樣氣候變遷調遷其實對於政府部門 對於民間部門、對於社會、對於學界、對於媒體 對於在場的各位最關心的是 什麼是臺灣也有去發展 能源、產業、健康、農業、土地 每一個領域都牽涉到有去 怎麼去做這個東西 那再說一次 我們有非常確違的自然系統對不對 臺灣經過台風每年都要有台風 那臺灣的社會系統經過這麼多年的 lesson 了以後 有沒有做出很強烈的制度任性跟社會任性 有沒有 大家能先質問一下 有沒有 這不是任何政權的問題 臺灣的機器系統要走向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要啟動 這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大家來共同思考這個 好 那在這個行政院的規劃底下 我們這個華為以前經建會 紅土會要處非常的鼓勵 主動的推化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們一般盤 基歐邊廳一條十九八大裡面 我剛剛其實都稍微的放進去了 災害 維生基礎設施 水資源 大家想要乾旱對不對 災害就不用土地使用 土地的異化或是說土地的這個 可能開發上面的行為 會不會產生各種氣候變遷調適的問題 包括你去開發原住民 或是你要去圈起來說 因為氣候變遷 我要把你這個原住民的區域 圈成一個保育的公園 國家公園 運作你們的權利怎麼樣 這都很涉及我們的海岸淹水問題 那麵工具剛剛講的說農業生產 就是我們的這個各種農業安全 氣候變遷調適的農業安全 我們健康就不用講 我們看他在殺火的時候 地病啊 等等 好 所以我們通常講就是有這幾個領域 這幾個領域在氣候變遷的衝擊底下 都會產生的不一樣的衝擊 好 各位來斯坦如 我們現在政府基本上是在2015年 要設立這個第一架 offshore的風機 OK 臺灣海峽未來可望風機 工廠 風機會在越多 在強大的這個Cannato的衝擊之下 我們這樣的工廠的供電影響是什麼 OK 那這個就是災害的影響 水之類的乾旱 大家其實已經越來越受到強烈的影響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會牽涉到地層下陷 譬如說在一些海岸連海地區的地層下陷 越來越嚴重 OK 只能浮水的部分 OK 維生基礎設施 OK 大家都會很有經驗 你去哪一個高山暖 看他的颱風來要趕快下山 OK 這裡也台灣也太多了 海岸領域 健康領域 這就是前幾個月 然後現在這一個PM2.5 如果我們把PM2.5的思維 是修變先的一個概念之下 現在會有這個問題 入陶產業在台灣非常強 PM2.5現在濃度到一定的程度時候 要不要入陶 過年的時候很冷對不對 越陶也有萬冷 陶 我一個學生也跑去陶 我說你氣壞了 那麼冷和天氣 極端的低溫的時候 路跑的設施要怎麼樣 急救或甚至要硬性化七月熟度 到一定的極端的低溫 或極端的高溫 或是一定的濃度高的時候 要回到頂班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心情的問題 過年前不是很多人 我們有同學說他在中山北路 開車看到下雪 各位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一樣這個極端的氣候越來越 桃園拉拉山的消防栓會變 如果剛好有火災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現在面對來越來越多 這類型的形象 好 OK 農業領域 對於這個農產品的收入 豐收或是什麼 好 回到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氣候變遷其實還是一樣的 從我們看是一個 絕對話跨界風險的特性 它說路的不確定性 科學上的不確定性 會產生社會跟經濟充止的不確定性 倫理的不確定性 倫理我再講一次 你要因為氣候變遷保護 你去原住民領域去簽一個保護國家公民 有沒有去換原住民的這個權利 這個在國際上正在發生 不可預見性 所以會產生不只是物理上的不確定性 會產生社會經濟文化的不確定性 不可預見性 不可控制力發生迅速 跨越降降 跨越領域 跨越階級 衝擊社會跟物理 我們傳統的社會科學關心之階級問題 氣候變遷來讓大家都很公平 災難隨時都會發生 遍不災難的不確定性 所以氣候變遷是一個老天爺 給大家公平實踐的一個管道 階級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很簡單 全球暖化 氣溫上升 在老舊社區的Masquito會增多 這就有階級問題 在天龍果的地方 因為乾淨公衛領域做得好 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這個事實上也有階級的問題 例如是沒有階級 無法適用於5 問題外應到社會主題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看 2005 Cachina的巨峰 這個東西我在教案上 一定每次都會談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在CM一直在緊到說 這是Super Tomatoes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還是進來的 水壩衝到這個 水衝到這個 比較貧窮的居民的 Risidento Site 那因為這個Risidento Site 比較酷的Risidento Site 他們旁邊都是 埋了一些垃圾啊 重心溫習物 所以那些污水直接一個衝到這些社區 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 如果各位去看那時候的報告 所以這裡有一個 大家都是要思考的問題 我今天到今天這個思考 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答案 就是 這個是Cachina台風 巨峰以後 產生一個問題 到底人類的社會是要 repeal as maintenance 還是repeal as transformation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 因為受到這樣的破壞 我們修補維持肥物圓轉 進行安全強化 提高安全係數 模仿安全防律 這是一般我們會做的事情 OK 我們還是我們要修補維轉型 轉型彈何容易啊 轉型彈何容易啊 要選擇適當科技 要發展地帶能源 要調整消費心態 要調整產業結構 我在我們國發所 我是常常在關燈的 教室沒有燈我就去關 廁所沒有留的態度很乎 這個社會行為 消費行為 牽涉到很多嘛 台灣的電價太便宜 油價太便宜 學生沒改學 如果你當中學生說 你浪費電 其實就是火力化電廠 如果我們的燈煉結構沒有改革 火力化電廠釋出來 更多的燈煉 更多的排炭 這個意思要連點 所以到底整個社會 牽涉到大的轉型 整個社會要怎麼轉型 產業要怎麼轉型 社會的價值要怎麼轉型 我們要修補以維持 回復原裝就好了 還是要轉型 那整個社會要啟動很大的轉型工程 所以我認為 我們在長期後變遷調時 就是整個社會跟國家轉型的工程 非常大要面對物理 絕對不是只有一個 說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不能做到什麼 這個整個要深入社會的人心 但是對不起 我還是講這個反身性的概念 這個人類是沒有被過面對災難的時候 不會改變那個行為 希望這個不是變成Moto 真正格略 但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方法問 氣候變遷調式其實會面對很重要的波通問題 那我們當然政府部門啟動了這樣的一個 氣候變遷調式的各種策略與行動綱領 做到這個機制 下一步我們民眾社會部門跟政府部門常來配 城市一般local層也非常重要 這裡有一個概念就是後常態科學的概念 我們人類社會科技的發展 為什麼要跟科技有關係 就拿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一般認為說氣候變遷 對不起工業社會的科技發展 我們是可以控制的 我們可以彌補的 然後氣候變遷的科學 我們剛剛也講到 氣候科學科學因為你測不準 它有很多科學的真理科學不確定性 所以我們慢慢會從一個所謂的 常態科學的社會移動到後常態科學的社會 各位今天面對的基因科技的問題 GFO的問題 面對奈米的問題 面對資訊的問題 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 面對能源的問題 可能的問題 其實都已經慢慢脫離這種過去 科技的發展影響程度 跟科技的影響確定程度低 科技的安全修飾或安全的解釋比較確定 所以慢慢會移到科技所產生的 這個解釋的不確定越來越高 它決定社會力量程度也越來越高 它會造成整個社會系統 不確定性的影響越來越高 所以從這樣一個常態科學 到後常態科學的部分底下 我們怎麼來做一個方法論上的思考 那我前幾天我也跟蕭老師講說 有點鼓腦 不知道這個演講要講方法論上 還是要講現象上 因為現象上有很多努力的 所以我們學界都是做一點方法論上思考 那這個我們都有相關的文章 那當然我們報告會快一點 所以總統我覺得是說 當然有很多可以討論的方法論上思考 好 從這個後常態科學 從應用科學到專業思學 到後常態科學 我再簡單講一下 應用科學就是我們一般談的 比較過去的工業社會 我們看到科學已經 我們可以發展出非常多的共識 跟解決互作用的東西 還有專業思學 譬如說醫療拍X光片 拍各種正直攝影 都有可能造成醫療的判斷數字的問題 到後常態科學就建設到 我們剛剛講的這幾個問題 當然這不只是能源密集的問題而已 核能跟配用再生能源 血吃源 還有很多產業發展 很多農業 很多疫病健康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是到這樣一個 比較系統不確定性的國際 我們人類社會其實從常態科學 已經發展到後常態科學的階段 所以這裡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今天稍微要給各位報告 就是因為這涉及每一個社會行動 記得我剛剛講 我們有一個Large Scale of Knowledge IPCC告訴我們氣候變遷的現象是什麼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發展出一個 Large Scale of Meaning 跟影響我們Large Scale of Action Selection 我們行動怎麼去做選擇 牽涉到每一個人 所以它會牽涉到一個民主治理的問題 大家要選擇 大家要價值來討論 那在科學的基礎底下做評估 在科學的這個論證 做科學的論證底下 來進行這個治理的討論 那裡面有很多價值的問題 譬如說這個南美電廠的問題 到底對排碳影響多少 對PMN電流影響多少 運輸影響多少 要發展怎麼樣的運輸 然後要發展什麼樣的產業 我們的石化產業過去是台灣的重點產業 現在要怎麼樣的去走向高石化 一個健康有趣的石化產業 這裡都有非常多的 氣候變遷調適裡面面對的 所以後常態科學它這一個東西 基本上在談的是 需要考量全球化這個劇烈肌肉變遷威脅 有趣經濟 社會 產業 在深入的水質研開發分配 涉及國度規劃 也涉及了社會分配跟證明 也涉及了社會分配證明 那這些問題事實上也牽涉到了整個 科技產業跟社會價值的討論辯論 好 我們中心在三月底要辦南風展 南風展很簡單 顧名思義就是 大家都知道六星是對賣療影響對不對 大家想要是他的污染片 我們想要是大家來看片 南風展是告訴你說夏天的時候 這個六星的可能 可能是六星排放的污染 飄到彰化大城鄉 南風 那產生了很多的疾病 歡迎各位教授再來看 我們每次講這個時候說 你又在南風展流行 說NO 我們不是南風展 我們要找出一個台灣學學人 我們不要繼續把你這樣合攝經濟 因為太多人犧牲 那各位可以看二月這一期的元件 在整個報導 TMLTML的論題 跟這邊都有相關 好 OK 所以後常態科學的科技評估 這裡就比較選理部分 就對大家比較不好意思 就要一個跨科學的合作 大氣 鉤位 產經 農業 歷史 社會倫理 法律 化科技的合作 那待會一定有同仁問我說 怎麼做合作 我們剛剛主管薇果還在談這個問題 公民意識要提升 全世界UNESCO 就是聯合國文教組織 一直在談 面對這樣劇烈的科技的發展 新的科技的貢獻 無論是耐體生物 提升公眾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唯有公眾意識提升了 才會去支援政府的作品 我們的電價水價要不要上升 各位可以看我們台達電的董事長 專辦一直在提說 台灣沒有資格 用這麼低的電價在發展產 OK 如果大家公民意識不提升的時候 政府要進行氣候變變調式 是不會的 OK 這我跟社會要做有夥伴的關係 好 那這裡就是兩個學位品的東西 我考比較快 因為這是國際掌握的一些提問 國際風險志體學位 Mentennial Council is Star Wars 設定在瑞士 他提的就是說 我們要面對這樣的科技的問題 氣候變成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有幾個步驟 那就是說一些評估 先前評估 先前評估要掌握風險議題 然後進行風險的評估 進行科學證據的評估跟判斷 然後到總體的風險恆估 除了人類環境與健康的科學性評估 還有納入相關經濟跟社會的評估 有這樣的評估 一個是科學性的評估 一個是社會經濟跟倫理的評估 有這樣的評估以後 才能夠進行風險管理跟風險決策 那不可謂 我們在社會科學一直在講這個事情 全世界的政府在1980年70年代以後 開始所量化跟成本效益的評估 那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們那種科學評估 就是的確是決策的基礎 好 現在遇到挑戰 科學評估找不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所以你怎麼去做到 因為找不到一個確決答案 但是還是有一定科學評估的基礎之外 怎麼來進行經濟、社會跟倫理的討論 這個非常的重要 這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兩個禮拜前又做一個專家會議 討論大氣跟氣候變遷同步的問題 我們這個長榮大學的賴主任 他就提出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島嶼 所以那大氣模型跟全世界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把世界的那種大氣模型 拿來評估台灣的氣候變遷 那個根本把它看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怎麼樣來發展自己的一個科學評估的model 這需要更多的投入 更多的政府跟社會資源的 這邊如果產業界的朋友老闆 我一定earch說你來導致 對台灣下一個世代很重要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免收入五千萬的以上 我就可以來捐錢 趕快大家來鼓勵做一下 好 那重要的是過去的政府 都是放比較多的資源災 科學上的評估 那是不夠的 所以廠場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斷念 就是說 政府常常用了科學評估以後 就說我根據這個科學評估 我出來做決策 可是民眾根本不滿大 這個在全世界都在發生 這在台灣這個問題 這一二十年來一直在發生 所以怎麼解決 這個非常重要 這必須要很多新的思維進來 那當然不是說科學評估不重要 是不夠的 台灣現在在評估氣候變遷 空污 各種能源問題 大家這些朋友剛提 其實都要做更多的研究 才能夠更多的支持 但是社會的支持 社會的倫理思考 跟我們今天的溝通非常重要 所以風險溝通 要貫穿上述各種程序 我們講快一點 所以我發展從屬 事實上也提到 調適的策略鋼引架構 那當然就是 評估社會經濟現狀的變動 評估未來氣候風險 評估現在氣候風險 評估氣候調適的策略性 那有一些哪些社會氣候調適性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社會經濟跟文化的缺弱性 這個都要進去 不好意思 這個調適性上有點不清楚 就是調適策略上 絕對不是只有科學的 包括社會 產業跟文化 好 那我們如果今天沒有太多時間 去理論談我們的產業走向 那但是為了有相關 好 OK 好 所以 所以剛剛回到這個 國際方面自己學會談的東西 剛好結果我們剛剛 Paul常來科學非常強化 就是我們今天國華為了 跟我們談的目的之一 過大利害關係的產業 好 OK 那在2004年底的南亞海嘯 如果各位安心的 說有30萬人 另外南亞海嘯 OK 2015年初 剛好在這個日本兵庫 召開這樣的一個減災會 有一個兵庫宣言 TUGO DECREATION 第二條 第二條 是關於參與的重要性 那我們的政府部門 實際上在這幾年 也越來越重視公民參與 可是怎麼樣真正實踐 一個公民參與跟決策程序 這個是本個社會還要再學習 OK 所以也強調了 社區參與 公眾意識公司部門的合作 透過這樣的程序 讓整個社會的 監控國家跟社會的韌性回復力 能夠更強 這是需要一直動起來的 那這裡就有一些架構性的東西 怎麼樣去強化 這句話就是評估宣言裡面 怎麼去強化風險波動 跟利害關係的參與 然後進行災難的研究 進行風險的評估 跟進行風險特使的訂定 最後進行風險的管理 風險的選擇 這應該是一題的 這是一個現在台灣面對 有網際右邊線調適也要做的東西 那這裡要整合的東西就非常多了 那這個我們沒有辦法細講 我們的包括防災科學的整合 能源政策、產業政策、減碳政策、 社會經濟調適有很多東西 好 那我們從我們中心的角度 怎麼樣來看這樣的跨界風險之一 我們過去最後邊線調適 這張圖是WHO2002提出的一個 風險溝通的圖 那這張圖很簡單就是講說 科學證據跟社會的關懷、社會的價值跟政策決策 事實上是要不斷溝通的 那過去都是所謂單線的溝通 就是說政府找了一群科學家 做了科學風險評估就做了決策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台灣的民眾全世界民眾一樣都不太滿單 都不太滿單 然後最後就產生衝突抗生、抗應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這裡面有很多的溝通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回到一個架構圖就是說 氣候變遷面臨的是一個掛界風險的問題 面臨了這麼多的領域 就剛剛講的八大領域 這麼多的領域怎麼樣進行掛界風險 可以這麼多溝通 因為每一個領域絕對都不是單獨的 災害跟能源有關係 災害跟海岸有關係 能源供給跟產業有關係 能源供給跟水資源跟衛生設施 跟公共衛生環的關係 這裡邊有很多功課要做 好 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架構圖 過去我們重視了社會科學的評估 對不起 科學的評估 scientific assessment非常重要 台灣的政府也做了非常多的模擬 PCGIE再過兩天 在國家檔案中心剛展開整個會議 就是台灣紀錄變遷資料部 那有其他的學藝術有其他災害的評估 這非常重要 現在要強化社會科學的評估這一塊 然後在認識論上面就是剛剛你講的 特別幾個國際的單位都敢 要重視利害關係的人對話 或者擴張古臺的審查的對話 資產科學跟社會的對話 科學設計裡面在立指示對話 然後決策模式 要脫離賈礙史證物科學的決策模式 決策文化跟管制文化 要進行多一點的社會價值的選擇對話 所以我們常常在這個學界都常常講說 我非常不喜歡聽這樣一句話 就是說台灣人你自己蠻為濫行 當講這句話的時候是大學教授的時候 我問他一句話說 你大學教授是應該做這個事情 應該是來的 這是一張架構圖 就是紀錄變遷調遷的八大領域 紀錄變遷調遷的八大領域 然後呢這麼多的科研的計畫到取了 我們現在二曲是說 我們現在認為是說要強化跨界風險資理溝通 更多的政府的氣候資料 要跟社會的選舉的話 要跟DIX關係的對話 PCGIP 新地亞的計畫 學歷股俗的推廣 這裡有很多要做的工程 是方法論三要做的 那最重要的是 今天各位來到這個場域 就是從這樣的跨界風險資理溝通 要形成一個轉型社會驅動的一個邏輯 就是大家都要動起來 裝上這種地方這種媒體 這個NGO 科學家 每一個個人 那這樣的 把這樣的議題不斷的呈現在 每一個人的這個風險意識上面 讓大家重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進行政策決策 改變這個社會 這是一個權力上講起來很簡單 推行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那總是要開始做 所以那我們這個風險中心 扮演角色或是騙動學者 在這邊扮演角色 就在網絡底下 我們怎麼來跟民眾 跟NGO 跟媒體 跟政府的做 來推動這樣一個工作 這是大家認為要做的 所以這裡就是剛剛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全國的團隊 科學團隊 科學評估 科技民主 社會基金的評估 那建立透明的管道跟強化溝線透明 這個大概就是說 透過這些方法論上 怎麼來強化跟評估國家的調適能耐 這要做一些盤點 那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很快用一個分鐘 談兩個案例 這實際上怎麼來看期後面的調適 那當然這裡大家可以來討論 那因為我也在學習 幾後面的調適 好 這個是 這個國家實驗研究院的二次中心 他們也有一個團隊在做 前兩年在做水質驗調適的創新 然後他們就嚇到難過去 就跨越這個額穿的問題 他們也提到了 那因為我們就給他們上課了 他們也非常努力認真 提到我們這些概念 就幾後面其實 就水壁的問題也面對科學技術不確定 所以社會不確定跟政策的不確定性 跟氣候的不確定性 OK 在這樣的過程底下 要怎麼樣進行調適的方式 除了很多科學評分之外 那各個縣市試定出調適做架構 怎麼樣跟利害關係的人參與 所以他們這計畫就進到了這個南部 去做一些所謂的公民參與的一些機制 然後做一些針對一些科學資料 跟地方團體 文史團體跟地方的公民團體 進行對話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非常重要就是說 台灣的水質驗供給的問題 要怎麼界定 怎麼樣重視社會關注 當然就牽涉到水庫用水 產業用水 民生用水 非常多的問題 還有流行保護應該怎麼做 然後更擴大了這個各種選項的問題 他們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主要他們在動舉的是 去做了這些各種的溝通討論 這是一種所謂的公民溝通跟對話的調適 然後一個對水 我們要再生水 現在已經再生水條例過了 然後產業用水跟民生用水跟農業用水 是不是要像過去這樣再繼續吵架 這個都是台灣其實可以來做 那國光實話的案子 這個案子跟氣候變成調適事實上 因為它監測到的 是一個社會經濟的主項問題 國光實話到底會帶來多少產值 不會付出多少代價 產業的變相 氣候變成調適為 監測到產業的變相 那能源的變相 國光實話會開了多少盤 OK 那氣候變成調適 國光實話會運用多少的水 要掉度多少的水 那在六斤裡面 在中部每天要掉度30萬噸的水之後 再加上國光實話 後來才產生中科時期 那一個開發真理 OK 定層下限 OK 這個我們理工人叫做最實在講 六斤在這邊 左水斤在這邊 國光實話要蓋這邊 我講南風在這裡 大聲響 我們理工人家要這樣講 這個六斤蓋下去 外散流口的路線 OK 這邊定層下限 所以國光實話基本上 可以看到 可以讓空氣汙染跟健康 國光實話蓋下去 我們對我們的排炭 還有對汙染 產生哪些健康上的效應 這都是 國光實話會不會回水當地的農業 當時經濟部在評估國光實話的時候 農業其實整個被消滅 都可以用40億來幫忙 來做土產 那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他可以用錢嗎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價值問題 OK 生態 國光實話接著到生態 這是生態 農業物 農業物 同樣的貢獻 所以那這裡 國光實話就展現了一個跨界貢獻 比如說公民的參與 大家要去認 用199塊去買一個 那哪一區你喜歡 什麼白海人區 水鳥區 什麼地獄區 什麼白海人 這些公民運動的 招潮瀉區 南部裏區 我們怎麼去 這樣的公民參與 學界的參與 異文界的參與 OK 所以我最後的兩分鐘 就要跟各位講 台灣的社會其實面對氣候變遷 還要報告我們過去 連續幾年來對這個氣候 台灣民眾對氣候風險 感激的調查 我們台灣民眾其實事實上 已經在轉型 價值上跟思慮上在轉型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台灣的社會有很強的 旺盛的這個 我們學界稱為旺盛的常見性 這樣使得 迫使政府在進行決策的時候 必須要進行一個慢走 我們缺乏政府性能 引入社會參與的難 最近這幾年 政府部門一直在引進 所以怎麼樣去建構 政府跟社會共同的決策 把台灣這樣的一個 常見的公民社會 我們的公民社會能夠建構 包括這樣系統性的風險知識 大家對多遠的理由跟社會教旨 進行更多的討論 然後呢 這個一樣 超越過去以專家正式做決策 這樣的一個姿勢 這是台灣現在要求的 其實 世界很多國家都走過這段路 怎麼見過多遠多城市的科學 理由重視社會長年經濟公民決策 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所以我最後一張詞來 我們必要可能我們已經面對了 工險的文明化 氣候變遷的常態化 沾壓的常態化 那我們怎麼樣快速去啟動 整個化界工險領域跟學科的對號 這都非常重要 然後怎麼樣運動台灣民眾知識 整路越來越高 運動轉型社會的網路 重視社會的能量 把社會能量引進到政府部門 那政府部門跟這個產業部門 跟民間部門事實上 還在共同的努力來面對氣候變遷 這麼延續的挑戰 我想這是我們氣候變遷調適 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好 我的報告先到這邊 謝謝